年轻双胞胎妹妹 曹操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作为姐姐的女主 从此心里留下了一大片阴影 诡异的事情 也开始接二连三的出现 黑色鬼影的多次现身 似乎是想告诉女主什么 难道妹妹的死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背后是否隐藏着 什么不可告人的大秘密 欢迎来到《胆小鬼定》频道 我是胆小妹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给大家讲了一个 双胞胎姐妹人鬼情未了的故事 极端行为 故事开始 女主的妹妹去世 几个私党为了帮助女主走出阴霾 于是邀请女主一起出门旅游 大家收拾妥当后 便匆匆踏上了旅程 一路上满是各种田园风光 简直不要太漂亮 半路 大家经过一家小商店门口 于是进去买了点东西 女主意外在《胜天小哥》那里 发现了一本关于灵异事件的书 书上记载的东西让女主着了迷 似乎里面有什么东西 让她很在意 再往前走 一个满脸胡渣的大叔 突然出现在路边 一个没注意 差点将对方撞飞 大家以为大叔只是路过的 所以当时并没有往心里去 长途跋涉过后 大家终于来到了森林中的度假小屋 还没进屋前 女主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进到房子里 女主看着眼前的杂物 想起了自己和妹妹在一起的日子 圣诞节那晚 女主本想拉着妹妹一起出去玩点刺激的 但妹妹不仅没有同意她的提议 反而表现出一副非常惊恐的表情 女主也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时 一个长发的大兄妹子走进来 打断了女主的回忆 从两人的聊天中可以得知 女主的妹妹其实之前也来过这个地方 这就使得房子里有了不少女主妹妹的遗物 之后 长发妹出门去游泳 女主则独自一人留在房间里收拾东西 当她拿到妹妹的玩具小熊时 听到房子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为了一探究竟 女主寻着声音找了过去 仔细一看 原来是房子里的水管传来的流水声 拧开水龙头一看 里面竟是一些污水 这时 一阵关门声突然传来 透着门下的缝隙 女主看到一个人影飘了过去 可当她打开门一看 却啥也没有发现 奇怪的是 收拾好的箱子莫名其妙地掉在了地上 箱子里那个玩具熊也掉了出来 女主以为这一切只是个意外 于是随手将玩具熊收进箱子里 并用胶部缠了起来 深夜里 大家吃饱喝足后 各自回房睡觉 女主洗碗时 恍惚间看见自己的双手 突然变得无情麻黑 手指甲都裂开了 像是用双手刨过什么东西似的 再仔细一看 自己的手并没有问题 对于这一切 女主也搞不清楚是为啥 辗转反侧一整晚都没睡好 起床拿出自己妹妹及其男友 艾里克拍的照片一看 意外发现 地板上居然出现了很多脚印 窗户上也有一个黑色的手印 女主伸出手一摸 突然被一只黑手拉住 猛然间 女主从床上醒了过来 原来 刚才发生的那一切 只是一个梦 屋外传来一阵滴滴声 女主顺着声音找了过去 发现停在门口的车 居然亮着灯 大喊好几声 确定没人之后 女主鼓足勇气靠近车子 将车钥匙拔了下来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 那个小熊玩具居然又回来了 魂不守舍的女主回屋后 半天没能反应过来 这时 妹妹的男友艾里克 走过来安慰女主 暧昧的空气下 两人越拷越近 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的 啃到了一起 两人就这样度过了激情的一晚 可怜女主的妹妹 头气未过艾里克这个渣男 居然这么快就泡上了女主 隔天一早 几位好友都看出 女主和艾里克有点不对劲 于是趁机调侃了两人一番 事后 马克在女主的建议下 检查了一下车子 但是却没有发现 任何有问题的地方 这让女主心中更加疑惑了 莫不是 这背后有什么东西 在指引着她 趁着早上空气清新 女主决定去森林里 做一下有氧运动 但谁知跑步期间 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泥坑里 好不容易将腿拔出来 自己的手指却受了伤 再往前走 女主在路边发现了陌生的车子 车里有着一顶蓝色的帽子 这帽子和女主妹妹 之前戴的那个帽子一模一样 女主正看得出神之时 那位路过的大叔在此出现 原来这辆车子就是大叔的 女主问及帽子的来处 大叔却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回答 无奈之下 女主只得先行离开 回家后没多久 大叔开着自己的车 来到了女主所在的小屋门口 以关心女主是否安全到家为由 给艾里克等人送来了一个大西瓜 晚上洗澡时 女主再次回忆起圣诞节那晚的事情 那天晚上 女主去洗手间意外发现 洗手池上有一个装药的小罐子 再看看旁边妹妹的包 居然被丢在了地上 女主意识到大事不妙 连忙掀开了浴室的帘子 里面正躺着 已经没有了呼吸的妹妹 从那以后 女主一直活在失去妹妹的阴影当中 她也搞不清楚 妹妹为何要那样做 第二天上午 女主再次去之前的那家小店买东西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女主向商店小哥 询问了有关灵异事件的一些信息 小哥的祖母喜欢研究巫术 她过去常常相信 自己可以和死去的人交流 听到这里 女主顿时来了兴趣 当即邀请小哥一起参加他们的聚会 小哥没有拒绝 满怀高兴地答应下来 回家路上 女主的车子莫名其妙地熄了火 下车一看 路边居然又出现了玩具小熊 这时 身后的车子突然响了起来 被吓坏的女主 连忙上车准备开车离开 从后视镜里 女主瞥见一个黑色的影子 可等他扭头一看 那个黑影却消失不见了 回去之后 女主将自己遇到的怪事告诉了朋友们 艾里克认为 女主不在状态 想要收拾东西 带女主离开 最后 还是在女主的坚持下 才留了下来 晚上八点 聚会正式开始 商店小哥也按时赶了过来 期间 小哥得知 女主失去妹妹一事 趁机给女主 讲其海外的一个风俗 据说 在某个叫做海地的国家 那里的双胞胎 被称为马拉莎 那里的人相信 双胞胎是相同的灵魂 分为两半 即使有一个人死去了 双方之间也会有一些联系 女主将自己 最近遇到的怪事 告诉小哥 小哥认为 女主很有可能 是被诅咒了 深夜里 小哥带着女主和艾里克等人 一起站在水中 进行通灵 一是进行到一半 诡异的事情 就开始接连出现 先是旁边的灯 莫名其妙的忽闪灭 然后水里 突然炸起一个气泡 女主手上的手指 开始止不住地流血 突然间 被一股神奇的力量 拖入水中 在这一瞬间 女主再次看到 死去的妹妹 和之前的黑影 被吓坏的众人 立马将女主救起 匆匆离开上了岸 当天晚上 女主下定决心 将小熊玩具 埋进土里 希望这一切 能尽快过去 但事情远远 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诡异的事情 仍然围绕在她身边 那个被埋掉的小熊 莫名其妙地 从水管里被冲了出来 之前那张 妹妹和埃里克的合照 也再次出现 女主意识到 不将这一切 背后的真相搞清楚 那么 诡异的事情 就永远不会消失 不顾朋友的阻拦 独自一人 跑去了大叔的居住地 因为她认为 照片中 妹妹的帽子 会出现在大叔的车里 那么 妹妹肯定 是想要告诉自己什么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女主鼓起勇气 潜入了大叔家 房子里的一张报纸上 写着女孩被害一案 这让女主心中更加起疑 此时 窗外传来 汽车发动机的声音 往外一看 原来是大叔开车回来了 慌张之下 女主只好跳窗逃跑 大叔也发现 自己家的狗 似乎正对着某人狂吠 于是将狗放出 追逐正在逃跑的女主 女主逃进森林后 差点被傻狗追上 好在 关键时刻 黑色的鬼影再次出现 将傻狗吓跑 当天晚上 商店小哥 再次来到女主家串门 女主拿出自己 之前拿到的报纸 给小哥看 小哥一眼看出 报纸上的女孩 正是大叔的孙女 不过 这个女孩 已经失踪许久 小只上的人 找了许久 都没能将人找到 围着火堆 大家一起喝点 小哥带来的特殊白酒 女主忽然间 感觉身后 有什么东西 正在指引着她 往后一看 身后的影子 居然在动 肚子猛然间 感到不舒服 女主趴在地上 吐了好一会儿之后 终于晕了过去 这一次 女主看见森林里的 那个泥坑里 似乎埋着什么东西 妹妹 似乎一直都在引导她 再次回到那个泥坑 醒来后 对女主不顾朋友阻拦 非要去森林里 一探究竟 最终 从泥坑里 挖出了一具 小女孩的尸体 很显然 这具尸体 就是大叔孙女的 长发妹 感觉大事不妙 会去报警 女主则和小哥 留在原地 继续寻找蛛丝马迹 泥坑里不仅有尸体 还有一辆单车 单车上的锁 和小熊玩具上挂的钥匙 刚好匹配 埃里克这边 和马克等人 开车去接女主 路上 埃里克回忆起 不久前发生的事情 原来 埃里克曾经和女主的妹妹 来过这个地方 路上 两人开车时 嬉戏打闹 意外撞上了 路过的大叔孙女 事后 埃里克为了隐瞒 事情的真相 于是怂恿女主的妹妹 将女孩的尸体 就地掩埋 女主的妹妹 也因为这件事情 一直心怀愧疚 最后 只能草草结束了 自己的生命 到这时 埃里克终于意识到 事情已经无法隐瞒 慌张之下 开枪打中了 正在开车的马克 车子侧翻倒在路边 埃里克下车后 被突然出现的女鬼 吓得惊慌失措 恰好 被路过的警车 撞到在地 警察和救护车 匆匆赶到 叫女主等人就走 事情也终于告一段落 故事的最后 女主终于 从妹妹自杀的阴影中 走了出来 未来的幸福生活 正在向她招手 俗话说 天道有轮回 苍天饶过谁 渣男未遵埋尸 事后不仅造成女友死亡 竟还将手 伸向了女友的姐姐 好在冥冥之中 作为主角的女主和妹妹 一直保持着联系 这才使得真相 得以重见天日 不知道 你的身边 是否也出现过 这样一个渣男呢 让我们不图不快 大肆发泄一番 作为一部低成本的 恐怖电影 片中的故事 放到现在来看 未明显得有点老套 但导演讲故事的功底 还是非常深厚的 剧中用了 穿插回忆的方式 让观众逐步了解 影片中 整个事件的真相 这种微妙的感觉 才是看一部爽剧 真正该有的味道 如果想要观看 更多神级复仇好片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胆小妹将亲自为你安排哦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记得送出你的爱心 并留言订阅 以表达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